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灵天穷 让许多人忍不住跪了下来 承受不住威压 这是一群杀气腾腾的死神 远古是他们这一族的希望 却这样死掉了 这是无法估量的一大损失 可以预料 在未来的一万年里 雪黄山 神残岭 火林洞等必会更鼎盛 因为有了古皇子存在 而元皇的第八孙却陨落了 元氏湖出镜开忧 当不当枪使 还轮不到你来日说 元氏湖的一位老人 神色森寒 大袖一挥 向蛮王卷去 百名来者不善 尤其是郑中那尊祖王 浑身每一根毛孔都在流动杀机 一缕又一缕顺着毛孔一处 压榻了天地 连他的族人都不敢靠近 白发披散 眼眸空洞的吓人 这名祖王盯住了蛮王头上的黑龟 腰池圣会有协定 诸圣不显神通 你是想打破此规吗 话可不能乱说 方才出手的是小蛮子 并非伟大的玄武 我知道 你心中怨气滔天 死了骨黄血脉 想找借口出手而已 玄规说道 砰的一声 另一个方向 一股强大的气息铺天盖地而来 又一名祖王显化 身穿青金战衣 如一尊战神一样 自地平线上走来 两步就到了进前 人族圣体了不起啊 这样的果断无强 连玄黄的后人都说杀就杀了 显然 叶是来者不善 他虽非出身原始乎 但明显是为他们出头而来 叶凡不卑不抗 生死决战 我手软就会被杀 公平对决 还要再次重新讲一遍大道理吗 发生了这样的事 他早有心理准备 万物木器顶飞出 悬在叶凡的头顶上方 垂落下一条条神力丝掏 护其提破 当中的九色火焰随时准备祭出血杀所有人 管他古王还是皇族 了不得啊 现在杀袁皇后人将来是不是也要将我等踩在脚下 第三名祖王出现 头戴紫金冠 背负双手 一步自夜空中迈一下竟然一脚就向叶凡的头颅踏去 这是想活活踏死 你们过分了啊 公平决战 生死由命 蛮王头上的玄规开口 张口吐出一道光 挡住了这名祖王的脚 将其震退几步 杀了他 杀了他 原始乎的许多人忍受不住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不少人一起向上围来 全都要对叶凡出手 蛮王头上的黑色玄规口中吐光 你们真想破坏规矩 逼伟大的玄武出手吗 他的话语如雷鸣 震得这些人七倒八歪不能破镜 原始乎的那名白发祖王一声冷哼 上前一步 对上了玄规 挡住了他的气息 眉心一饼翠许长的神剑 光滑璀璀 所有人都一阵惊悚 那是玄黄道剑 不久前 远古施展过 威力之强有目共睹 不是每个人都有六道轮回拳可敌 玄黄道剑乃是中篇禁忌秘书 有画道之力 斩杀一切大敌 几乎无人可靠 尤其是被祖王级人物失出 主圣不显神通 真要成为一只空文了吗 玄规开口 露出凝重之色 天空中 那名头戴紫金冠的祖王 嘴角露出一丝冷漠的笑 再次向下踏来 一只脚踩向叶凡的头颅 想要活活踏死 嗡的一声 许空一阵颤抖 他在天空中横退出去很远 这一次依然未能落下脚步 因为一名身材勾搂骨兽如柴的老人出现 天玄十方的圣者 立身叶凡深叛 古井无波 神色平淡 此战已落幕 一切到此为止吧 你说落下帷幕 就落下帷幕 天空中 头戴紫金冠的祖王冷笑不已 天玄十方的老圣人说道 我相信原始胡的人有自己的气度 而后 谋光赤圣盯住了紫冠祖王 等等等等 他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几步 露出惊涩 摇殖圣会白衣神王打出了威名 然而古族对人族其他几位圣人并不了解 此时不禁惊喊 同样深不可测 人族的圣者可真是让人生畏 不过 你觉得可以保住圣体吗 头戴紫金冠的祖王背负双手 嘴角带着一丝冷笑 望向远方 在那个方向的尽头 九只太古凶兽停在天际 拉着一辆古老的碾车横在虚空中 透发着古朴语大气 曾得斗战圣皇称赞过的九皇王在那里 叶帆开口 话语如简在鸣 并非每一位祖王都如你一般心胸 你不是想除掉我吗 我就站在这里 看你如何来动我一根毫毛 七侠员鸦雀无声 人们没有想到叶帆敢叫把人祖王 心中无惧敢这样针锋相对 人族圣体 你还没有成长起来 就口气已经这么大了吗 偷戴紫金棺的祖王 这是摆明要出手 夜空中反星点点 天色早已黑了下来 大战已经结束 然而局势却更加紧张了 有圣人在度一致 不是我狂妄 是你欺人太甚 公平一站落下帷幕 你却来硬插一脚 到底想做什么 胆气真是可嘉 但是你却还差了相应的实力 头戴紫金棺的祖王说道 浑身发光 这一次有备而来向叶帆踏去 其实叶帆很想出手 一把火烧个干净 不一定能烧死对方 但肯定可重创 因为这种火焰太霸道了 然而魏容他出手 一道极光从远方破来 如雷轰鸣 赤胜夺目 劈向紫金棺祖王 蕴含雷霆之威 强大如圣人 也没有躲避过去 神行闪电 有人惊呼 这是一个浑身 都是电芒的白衣人 浑身都在溢光 被赤电缭绕 像是九天降下的雷霆 人形白光一闪 抬起一只大脚 踏在了头戴紫金棺的祖王身上 当场让其大口磕血 跌落在尘埃中 叶帆惊呼 神王 公平一战已落幕 你多多相逼 把腰池和谈当做了神吗 江太虚的身影 显化在此 与电芒交融 神秘莫测 远处 有不少人变色 这是圣人的手段 这身很有可能 在数万里外 这是凝聚天地惊奇而生的化身 你 头戴紫金棺的祖王变色 此时如此狼狈 让他震怒 可是 当抬起头来 见到是江太虚后 生生地咽下了后面的话 摇尺一战 江神王杀得失血遍地 缩向披靡 让诸王都忌惮到了极点 一个人谁敢与他度一伤 实在有无敌之资 谁也没有想到 在这关键时刻 绝代神王显化了一缕化身 再次相互叶凡 不禁让所有人都变了颜色 同辈 哪怕是大成的王者去找他麻烦 我都不会管 但你一个堂堂祖王 在他们公平决战后出手 是什么意思 神王大鹤 声音充满了无上威严 俯视下方的祖王 是什么意思 感谢观看